用指数以体积法测试操作流程 现在加热已经加热好了 那我们准备加料了 加料之前先把胃衣杆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这里点一下停止 就是让这个处置回到1000就行了 这后面要用了 记得在加料之前一定要把胃衣杆放下来 以免在加料的时候会打到那个阻拦 就是口膜那里挡的那个铁块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红色的把手这里有个笔往外拉 拉到这里 这有条线拉到这个地方就行了 就这条线拉到这里就行了 它下面就会堵住你口膜出料孔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先把这里放下来 然后你后面先拉好这里再放的话 这个刀 这个口膜就是切料的刀 会打到这上面去的 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就是几个料 这点料就大约是10毫升到12.5毫升 就大约5-6克 那么多 这么多 准备好料以后呢 就把这个漏斗放到这里 然后往里面加料 加一部分以后呢 把这个细一点的干净 往里面切丁压实 然后再往里面加料 一次倒一点 不要一下子全部倒下去 再往下面压 就把这个325克的火柴干放上去 因为下面堵住了 所以最好它们就要去处理一下 加个砝码压住它,那这里是要2160克,那就是这里是325克,那这里是1835,合起来就是2160,把它放在那里压住就行了 好,压好了以后呢,这里有个倒计时,用这个倒计时点一下,它就会倒计时300秒 那现在就是等着倒计时300秒结束以后,才可以下一步操作